45岁苏提达一致独秀 单独出公务又美又鲜 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这段时间 泰国后宫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45岁的苏提达突出重围 成为唯一半价的嫔妃 毕竟是时世王后 泰王自然不会怠慢 逐渐开始给苏提达下放权力 王室办公室发布最新公务照 苏提达王后现身曼谷拍奈空线 代替马哈出席宗教公务 这回苏提达虽然只有一个人 但是穿衣打扮却不含糊 一袭粉色礼服广受好评 仙气飘飘的样子令人移不开眼睛 以前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宫洞上 认为苏提达手腕强悍 能够突出重围当上王后 事实上苏提达的颜值也很高 只不过之前被老气横丘的礼服掩盖了 如今终于绽放出光芒 双眉组合年初时期结盟 也心勃勃想要复宠 当时苏提达的压力很大 泰国军方也正在更新换代 王后差点失去主心 外界也是一片唱衰的声音 如今看来真是多虑 苏提达不光逆风翻盘 还牢牢抓住了泰王的心 虽然马哈的绯闻不断 但是后宫团也只是一些小人物 没有任何人能动摇王后的位置 45岁的苏提达单独出席公务 心情显然很不错 不断跟道路两侧的粉丝打招 来到皇家寺庙的时候 苏提达为僧侣们献上袈裟 脸上全城都保持着惊艳的微笑 事实证明王后才是王室正统 马哈现在也开始回心转移 甚至解散了三宫六元 正是因为泰王的回心转移 让苏提达脸上的笑容增加了很多 真可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之前施妮娜即使宠关六宫 也没有机会出席国宴 充其量身份只是妾室 如今王后总算是一致独秀 外界批评的声音也少了很多 苏提达的民间支持率也直线提高 虽然泰王身边女眷很多 但是最大气棒薄的 无疑只有苏提达一个人 这次的粉色宫廷礼服 足以让苏提达重回少女时代 给了粉丝极大的惊喜 即使泰国的后宫曾经美女如云 但是综合实力最强的 还要数45岁的苏提达 不光才冒双全是大体 还拥有45个博士学位 其他的年轻嫔妃根本比不了 如今的苏提达走起了高调路线 古董珠宝随便配的 并且泰王还送了很多现代款式 这样的恩宠简直是闻所未闻 苏提达的优势已经很明显 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程 对于马哈国王来讲 自己已经到了晚年 身边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 苏提达无疑是最佳选择 备受民众的支持 膝下还有儿子 泰王也能做到进特宫退特首 入宫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苏提达甚至被禁足过三次 如今总算是熬出头了 双眉组合还在痴心妄想 但是马哈早已回心转意 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王后 不得不感慨苏提达能力很强 不光赢得了宫斗胜利还足以让自己留方签 后宫局势已经彻底掌控 未来苏提达还会加入王储大战 扶持自己的儿子当王储 提帮宫暑假期间只亮相了两次 被苏提达狠狠打压 母子关系越来越差劲 马哈国王虽然看在眼里 但是却选择偏袒王后 并没有为提帮宫打抱不平 即使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